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现在为你们示范的是 苹果酥皮卷 苹果酥皮卷有几部分的材料需要预备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部分有什么准备 在苹果馅方面我们会有 砂糖、提子干、肉桂粉、吉士粉、牛油 黄梅果酱、柠檬青、柠檬汁和苹果 而第二部分 酥皮卷的部分我们会有 菲露酥皮纸、四张、牛油和面包糠 而苹果汁方面的分量会有 吉士粉、忌廉、苹果汁、牛奶、砂糖和蛋黄 我现在可以开始炒苹果馅 我们首先将苹果去皮 然后呢 我们会避开了滑 只切一些苹果肉 然后我们将苹果切成手指甲 这么大颗的尺寸 大概是这样的尺寸 那我们将所有苹果切好之后 开始煮了 那我们首先将牛油 放入苹果汁 放入苹果汁 如果融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倒入苹果粒 又锁了 然后放入苹果汁 稍微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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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苹果馅呢 我们还会需要入路焗 所以我们不需要炒至全身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糖 桂粉 吉士粉 和黃莓果醬 一起倒進去煮 然後就可以把檸檬皮和檸檬汁加進去 輕輕煮至稠稠 最後加入提子乾 提子乾不能太早下 否則提子乾可能會爛 好了 我們可以煮到它輕輕的水 收到稠身 大概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就可以倒進一個 盤 將它攤凍 備用 好了 蘋果餡攤凍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麵包糠拌進去 把它拌勻 在這個同時 我們就可以把牛油 助熱水 將它作溶 麵包糠的作用 是用來吸收 它的蘋果裡面的水分 讓它乾身一點 好了 我們會攪拌到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會準備一張牛油 還有準備一個素 我們就開始捲我們的蘋果酥皮捲 我們首先 把第一層 酥皮 拿出來 然後我們就掃上牛油 我們要均勻地 把它掃上去 掃上去 然後我們就鋪第二層 第二層也一樣 如此類推 第三層也是一樣 好了 到了第四層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掃上去 我們就可以把餡 均勻地 鋪在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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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反過 按一下 先按一下 之後就可以捲均勻 去到尾部 我們可以把它掃上少少少牛油 然後 然後 頭尾 我們按一下 就可以放在一個焗管裡 然後 我們可以放在雪櫃 雪十五分鐘 才可以拿出來焗 好 把雪櫃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輕輕掃到一層牛油 好 焗爐已經預熱了 去到二百三十度 我們焗八至十分鐘 令到它的酥皮上色 就可以出爐了 我們現在開始製作雲尼拿汁 好了 我們首先 把奶 煮熱 先把它切開 然後 我們把雲尼拿汁 把它切開 拿出一些種子出來 然後我們把一半的砂糖 倒進奶裡 然後留下一半 砂糖 之後 我們會 拌一拌 否則砂糖會黏底 會變成焦糖 我們把餘下的一半砂糖 倒進蛋黃裡 拌勻 我們也要留意 這個火 會不會太猛 或者太弱 拌勻之後 我們就加上吉士粉 如果看到它 開始沸騰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離開火 又或者先把它關掉 先把它拌勻 先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可以把少許的熱奶 倒進蛋黃裡 然後再用匙羹拌勻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火 把這盒混合物 慢慢地 倒進去 我們看到底部 它會越來越稠 我們看到它已經完全滾起了 我們就可以離火了 離火之後 我們把最後的忌廉 倒進去 拌勻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隔篩 將雲呢辣汁 徹底地隔掉它 這樣就會完成我們的雲呢辣汁 時間夠了 那我們就出爐了 好 我們出爐之後 我們可以因應 那個份量的大小 而切 然後我們也可以說 然後我們可以加少許糖粉 然後我們可以加少許糖粉 然后我们准备一张碟 可以在碟上 挖一点云里辣汁 然后可以放上苹果卷 再放一点水果 就会完成我们的苹果酥皮卷 会找些辣汁